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 过去蔡政府在处理两岸问题上 过去就曾经把筹码重压在美国 尤其是川普的身上 但最近川普在接受时代杂志专访的时候 就被问到说 美国是不是会派兵来保护台湾呢 结果川普就拒绝说明他当选之后 到底会不会协防台湾 可是我们回顾过去 川普也被问到过好几次相关的问题时 他都是回避表态 不然就告诉大家说 我应该要模糊的答案 才能够有筹码去跟大陆谈判等等 郭正亮就认为了 这就是川普他叫做交易式的孤立主义 美国优先的路线 让川普的立场就变成是说 只要是有筹码的都可以来跟我交易 那现在大陆有满手的筹码 可以跟美国谈判 如果我们也不愿意接受大陆的善意堆叠 还要走过去蔡政府八年的老路 一味地来依靠美国的话 那请问我们用什么筹码 在国际的谈判桌上来跟人家喊价呢 还是像网友说的 台湾恐怕一定会被美国当成 是一个谈判的筹码呢 郭文哥怎么看 时间的关系 我们来做五讲真答 没有讲评了 520的就职国宴在哪里 我不知道 光电容量最多在哪里 刚才谢龙介有解题 雨死电生在哪里 那中辽在哪里 赖清德得票率最高在哪里 去年总统大选的时候 谢龙介还跑去拍这个YT的影片 官方朋友 你看这个这一片 这个都不是不是海也不是湖 这整片都是光电板 我很久没有去台南 台南怎么变成这样子 你们在干嘛 你这整个画面看到的都是光电板 你看这有多线 连纳谷塔都不放过 你们有病吗 雨死电生 雨死电生 谢龙介都当地找里长出来了 你们还是投胎清德 昨天不是有人到凯道去抗议吗 我请问抗议的朋友 你们有多少人投胎清德的 你不要投胎清德 又去抗议赖清德 这个有点有点有点奇怪了 那很抱歉 还是要回答主持人的问题 你看这国民党的参访团 回来 这是已经回程在桃源机场的 然后今天联合电话是说 南委访路成果封硕问号 只拿到开放的小礼 一度优无法回台 我觉得很奇怪 礼物还有分大礼跟小礼 原来是这样子 那请问大家对等跟尊严是什么 当年这个大陆的这个总理是温家宝 温家宝他讲了两个字 叫做让利 一讲哇马政府翻脸了 怎么可以讲让利呢 那我请问大家 让利应该谁让谁呢 当然是应该我们让大陆才对 怎么大陆让我们呢 为什么是 我请问国民党立委 你没有什么 我们有什么资格去跟大陆要礼物啊 你这个手伸得出来 你要拿礼物给我 你凭什么啊 那我请问大家 在大陆种相关水果的农民怎么办 大陆没有人种蚊蛋吗 有啊 怎么没有 那是你不知道而已啊 大陆没有人做台湾的这些农特产品 都有啊 我跟你讲很多都是我们台湾的人去教他们的 没怎么办 那你现在开放的 我们要照顾台湾的农民 我没有意见啊 我也是吃台湾米喝台湾水大 不理说那大陆的农民谁来照顾呢 大陆的农民就 可可疑吗 就怎么会这样 所以我们要求 这个让利 我特别提到这个 这个对等跟尊严 我们要跟大陆健康的往来 第一步是什么 第一步就是把X法给废了 我们已经让大陆让利很多年了 不要再叫大陆让利了 我们有什么资格叫人家让利 这应该是我们让利 我们就不要再做这种扭曲的事情了 好不好 等我们有这个自信说 我们不需要大陆让利 我们可以跟大陆健康平等的往来的时候 两岸才能够真正坐下来谈 不要让大陆的同胞看不起我们 我是看不起除了谢龙介之外的 那些国民党的立委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